近日正在喀拉昆仑驻讯的新疆军区某团组织何成营全要素战斗演练 通过战备等级转换 疏散隐蔽 远程机动 实兵对抗等方式 全面检验何成营在高原高寒条件下应急应战能力 命令下达后 何成营按照模块化编组 小群多路的方式快速向预定地域机动 每个编队都配备了工兵防化等专业力量 以随时应对各类突发情况 前方道路被毁严重 把时间内无法通过 各队组注意 改走侦察组提供的备用路线 部队刚刚通过道路损毁路段 又突然接到车辆损毁的新情况 营指挥员迅速指挥装备抢修小组前出 查明车辆受损程度 及时进行抢修 规避无人机侦察 遭遇炮火拦阻等特型接连而至 官兵们在危局险局中快速分析判断 科学灵活处置 此次 高远高寒条件下 全要素多科目合成营战斗演练 各类特型 一个接着一个 条件一个比一个复杂 这也逼着我们 不得不使出 回身卸数 拿出真为领 经过远程机动 合成营按时到达 装甲侦察车利用无人机对抵前沿目标实施不间断侦察 接到指令的炮兵群快速装定射击猪员 进行压制射击 在炮兵火力支援下 前沿攻击队开辟通路 架设钢桥 地面突击分队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快速突进 各类轻重火器提次开火 一举夺占高地 通过全流程 全要素的实战化训练 在多个体兼顾 多区域联动 多方法组织的情况下 楼里提升部队应急应战能力 下吧 中文字会继续